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直席的脚受伤了就过来看看 云总 你这太客气了 小声 小声 你这小丫头 心思还挺多啊 现在又勾带上云总啊 叔叔今天就教教你 我这边没路了 云总 我跟你说 我和我老公非常恩爱 什么呢 前面没路了 快停价 谁也别想偷我老公 不好好干活 可是会被叩情的 刚刚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这样说会被发现的 咱们不是说好要保持距离的吗 保持距离 这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过 好吧 不过 还是谢谢你 口头感谢都没诚意 你不过来点上官家的项目 大项目 大项目 贱人 春运姐 大小姐 怎么了 贱人 今天就要你好看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看来大家都挺疼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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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给我等着 明天集团的高层会议 安排了船目那边 老爷 你想带谁去呢 就这个丫头吧 来 大家都坐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上官集团的高层 王天忆 你们好 我叫冯冬冬 正好啊 我也想跟冬冬去公司办点事 你们啊 多熟悉熟悉 你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老爷自己已经知道了 那么第二步就是 接近王天忆最幸 你还真的是挺听话的 如果你愿意真心跟着我 当我的人 我保证让你们王家 在上官家政更多的面子 那我就跟着你 没想到 咱俩对付了这么久 现在竟然要联手对付一个下人 我觉得那个女的没有这么简单 你不觉得她长得像上官萧吗 上官萧 老爷子说过 他会把她大部分的财产 都留给上官萧的女儿 如果上官初夏是真的 那我们努力不就白费了呢 难道冯冬冬 暂时还不能动她 好 我知道了 不让我动我偏要动 boss那边怎么说的 说给她点颜色瞧瞧